中西班里压得有一点点就够你承受 要分类 就是从这个方面先往下放 但不是说我们就扔掉不破继 不是你先放在那儿 先不要带 然后你先轻松 有一段时间 一旦你从这里面解脱出来了 OK 那些东西你就可以随便玩了 因为游戏它 现在还玩不起 就觉得不是在烦恼 人家还说一个理由一个解脱 它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不是说 你不是那种说 被这些东西说 我就为了这些东西 可以出卖什么灵魂 或者出卖 你不是那种女的 但是这种 你有一些物欲啊 就是这种会控制我们 就是有时候 这种信息 就是你还 让你内心的 有时候会贫穷 如果有物欲的人 对物欲还放不下的人 内心经常会贫穷 就觉得自己穷 因为那个不是 即使它有几个亿 它也会穷的 你知道 即使它银行里面 从这几个亿 它表现出来那种状态 就是一凭如行 真的有时候 那种气都转不过来 就穷啊 就是如果一旦 从物欲里面解脱出来 这个人坐在那儿 就不一样 非常富有 而且自信 从来不会失去 外在的东西 已经不能撼动 一个是物欲 一个是情欲 这两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说 如果一旦这两点 你能够放下的话 那真是一丝不挂了 就是站在那里 就是轻松的 就像你身上 没有挂东西 轻松的不得了 连衣服 连衣服的重点 也不会有 就是心啊 一丝不挂 你的心啊 一丝不挂 没有什么东西能挂在你这儿 给你压力 给你负担 没有东西 别是说什么什么 跟不笑一笑 你可以玩一切 你其他的 你也可以入红尘 也可以玩 但是现在不行 就是争取出 尽快地从这里边解脱出来 里边还有这些东西 不要在意 不要慢慢地往处走 慢慢地往处走 开始是从一个处理 就是先把它放下 从这样的来处理 但是你的内心 还是有得失感的 这种 先从这样子走出来 先把它放在一边 或者是先放在 我先不带它 我先这样子自在自在自在 慢慢地慢慢地 它就是一块石头 因为任何宝石 也就是石头 彩色石头而已 只是我们人力 人力的角度 稀有矿物 稀有物质 钻石也就是稀有矿物质 在其他世界 可能随地都是 所以很多东西 你慢慢慢慢往处走 就用你的思维 智慧慢慢往处走 我不是说你喜欢那些 那是内吗 就是因为我们内心 老觉得自己没有 就是那种物欲感 老觉得自己 尤其我们这个年里 小时候 连个玩具也没有 就那种心啊 老是贫穷的 就是因为小时候 铁果贫穷 吃的也吃不饱 玩具也没有 要啥没啥 而且父母经常为家里的日常开支 在纠结 然后呢 有压力 然后什么都有压力 那个时候我们内心 就很多的贫穷的感觉 那个贫穷的感觉 在修道里边 也是个障碍来的 经常有时候 不够自信 就我们这样 但是现在 二十二千年 人家现在这个孩子 就那种贫穷感就少 对 就是我们 我们有时候 我们休息 有时候 我们甚至不是 喜欢这个杯子 或者喜欢那些东西 我们甚至 也就不是很喜欢 但是 但是因为那种贫穷 导致我们贪乱 就是内心那种贫穷 觉得我们是 你自己插绝造到 我们会有时候会贪的 老觉得 但是每一次 拥有的时候 都觉得不够 还是切补不了 其实你不是 想要那些东西 不管是情也罢 不管是物也罢 你是想 切除那个贫穷感 就是 就有种感觉里边 有种感觉是 没法切除 是你从小就认为 你是穷的 一个定义 你没有富有的那种 这就叫一个王子 他穷的意味不止了 他站在那 别人也看见是王子 就是他那种 他那种心里边 他从来没觉得他是穷 他不定义这个 他流浪 他也觉得就是王子在流浪 王子在流浪 我是穷人在流浪 真的是 你拥有个宫殿 是穷人拥有个宫殿 真的是 那种定义在更自在 其实不是一个意识层面的认知 在一开始 处理物欲的时候 就从这个认知里边 解脱出来开始 我们自身 一个很自然的 自信的人 全身阴落珠宝 就是不满 其实你是携带着所有的百宝 我们身上是有百宝的 你可以携带一切出来 但是 大家说在这个世界那是另一 就是是有的 发生什么都有 就是先要那种自信 然后再玩这个世界的红尘的一切 那个玩就不会伤害到你 否则就是压力 一点点东西都会有压力 你不要以为 我说带一个小钻石 没有压力 那一点点东西真的压滑你 越名贵的东西 如果你的物欲没放下 贫穷心没放下 越压得你紧 就是越名贵的 拥有就会压到你 知道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